HELLO 大家好,我是五月 今次要介紹的遊戲是 Gujilla Oruka 調查海域,找出鯨魚和虎鯨出現 讓觀光客可以順利觀鯨 魚群多的海域就會出現鯨魚 魚群少的海域就會出現虎鯨 不要令自己觀光客失望 玩家人數2至5人 遊戲時間大約30分鐘 每位玩家有一個面朝上的碼頭 同顏色的標記五粒 同顏色的觀光船三架 觀光客六位 船樓一個 面朝上的雷達一粒 如果二人遊戲的話,每人有兩粒 每位玩家的船上分別乘在一位、兩位和三位觀光客 然後放在自己的碼頭上 把六張海域牌洗勻 面朝下攤開 12張魚群牌洗勻 面朝下圍著海域牌攤開 然後反轉海域牌 分數Token 鯨魚和虎鯨Token 流行牌 釣魚的人 放在旁邊備用 剩下的放入盒 我們今場不會用到 用自己的方式決定起刺玩家 準備好之後 遊戲就可以開始了 由起刺玩家開始 順時針進行 玩家回合開始的時候 可以放置調查標記在魚群牌旁邊 然後只有自己可以看 看完之後 背面向上放在原位 留意自己看過的魚群牌 不可以再翻看 在自己回合的時候 可以同時使用 並翻轉雷達Token 然後翻開魚群牌 公開給大家看 公開的魚群牌 不需要再翻轉 二人遊戲的時候 每局遊戲 都會有兩顆雷達Token 但每一位玩家 每個回合只可使用一次 當查看完魚群牌之後 玩家必須移動自己 其中一架觀光船 1. 玩家在碼頭移動其中一架觀光船 去任何一個海域 2. 玩家在海域移動一架觀光船 去上、下、左右 任何一個鄰近的海域 但不可以打斜移動去其他海域 玩家可以移動觀光船 去有其他觀光船的相同海域 但同一個海域 不可以同時放多個玩家人數的觀光船 所有玩家 每一局都有一次使用船樓的機會 移動完觀光船之後 將船樓放在觀光船下面 最後成功觀慶的話 就會額外加多兩分 要注意 每個海域只可放置一個船樓 被放置船樓的觀光船 不能再移動 如果沒有移動過觀光船 就不能放置船樓 完成以上行動的話 就輪到下一位玩家繼續 當玩家回合開始時 不想移動 或者沒辦法再移動觀光船的話 又或者用完調查標記 玩家就要說finish 翻轉你的碼頭 金局便不能再行動 然後輪到下一位玩家 所有玩家都翻轉碼頭之後 翻開所有魚瓶牌 所有海域牌附近四張魚瓶牌的數值相加 六個海域牌都計好之後 數值最大的就會出現鎮魚 如果有海域牌數值相同 就數字最大的海域牌出現鎮魚 數值最小的就會出現虎鎮 如果有海域牌數值相同 數字最小的海域牌就會出現虎鎮 在鎮魚和虎鎮出現的海域 每有一位觀光客可以送來觀慶的玩家 就得到一份 如果船底放了船樓的玩家 就在額外獲得兩份 計完分之後 收回自己的觀光船、船樓和調查標記 把雷達花翻轉正面 洗勻流行牌之後 抽其中一張花開 根據流行牌的說明發動效果 洗勻海域牌和魚群牌之後 重新排列好 然後就可以進行第二局的遊戲 完成兩局遊戲之後 得分最多的玩家獲勝 簡如同分 在第二局獲得分數最多的玩家獲勝 今次ONC GAME的玩法不算特別 勝在規則簡單容易學 一局的時間其實不算很長 而且配件夠漂亮 很適合輕量型的玩家 今次的流行牌翻譯 遲些會放在Facebook和IG 有需要的玩家就要留意啦 今次的介紹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條影片 請給個like我們 share給你們身邊的朋友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如果覺得我們有什麼 說得好或者說得不好的地方 歡迎在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